That's the speed That's what we do That's who we dream B-I-C-K-E-Y-A-G-T To the E Then the I to the S 影片中一步步 都是在英國實地取景拍攝 如此大手筆的 就是朝陽科大精英海外遊學團 為讓學生拓展事業 朝陽科大每年都會透過徵選的方式 筛選出20位學生 獲得海外遊學的機會 英國是一個算是歷史永久的國家 我們也體驗到一些英國人的習俗 然後跟一些那當地的一些食物等等之類的 那對我們來說這一趟就很像是夢想思慮 對我們來說 飛了一萬多公里到了英國 學習到 而且認識到不同的國家文化 以及國外的朋友 住在學校宿舍裡面 所以他們一切都要自己打理 然後還包含坐公車這些 然後英國又跟我們的 駕駛方向又不一樣 所以很多的生活習慣 我想Culture Shocks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體驗 好像同志遊行 對 他們一年一度 哪怕我們有遇到了 雖然已經回到台灣好一陣子 可是看到英國的景色 還是相當興奮 會這麼有感觸 是因為這一張張照片 都是學生自己用相機記錄下來的 還花費幾個月的時間排版輸出 和大家來分享遊學心得 應該是在跟過程中 跟外國人他們的溝通 那我覺得說這次出去 我們真的可以非常無時無刻就在講英文 所以其實收穫最大的是 我的英文能力其實是有提升的 那其實另外我要分享的是 我在英國度過21歲的生日 那非常的印象深刻 看到外國人幫你準備的一個party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第二週之後有開始有國外的同學進來之後 我覺得有一件事還蠻有趣的 就是他們開始會有比較的心態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如果自己一直關 我那時候都說 糟糕自己關起門來玩 好像玩不出什麼花樣 結果等國外的同學一起來加入之後 我有發現他們就會開始出現一個 想要展現自己更好的那一面出來 學校表示 精英學生計畫已經邁入第十二屆 不只增進學生的語文能力 拓展個人國際視野 讓他們體會多種文化 就像學生記錄下的影像文字 都將成為他們成長過程中的珍貴回憶 記者吳怡婷 台中視頻到